前几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Ryzen 7 3700X的首发评测 今天我们补上一款更主流的处理器 Ryzen 5 3600 这款CPU大家可能更加关心一点 因为它的价格只有1500多 它所对位的价格比较接近的就是隔壁牙膏厂的i5-9600K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颗平民处理器的表现如何吧 这颗Ryzen 5 3600的规格是6核12线程 全核心频率我们实测最高可以飙到4.1G 单核可以加速到4.2G 3600这颗CPU相比3600X不仅频率要稍低一些 TDP也降到了65W 更重要的是它不支持XF2 动态超频能力会比较受限 但好在AMD没有锁掉背屏 只要你的动手能力强 3600也是可以超的 待会我们就来试试看 此外3600的原装散热器也换回了不带RGB的普通幽灵散热器 从参数和价格上看 这也可以由对于喜欢自己折腾的同学来说 应该是最超值的 Zen 2的架构解析 我们已经在上期视频里完整做过一遍了 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来看看这颗3600的性能表现 Cinebench R15 3600的多核成绩可以跑到1579分 比起9700K还要在高一点点 单核194分 由于频率上的劣势 所以单核没有像3700X这么的油门 但还行吧 已经达到了9400F的水平了 Cinebench R20的成绩比起9700K稍逊色一些 单核依然超出了2700X 更加接近9600K 但V-Ray渲染器的性能就不如2700X了 也就是说老Ryzen还有E5这种只剩下多核的处理器 在3DS Max之类的应用里面依然是有它们的价值了 同样情况也反映在转码当中 3600的Handbreak H.264转码表现和2700X旗鼓相当 而H.265就比较吃亏了 和2700X 9700K都有一定的差距 当然了 和9600K这个专业软件的弟弟比起来 贵格上还是有点优势的 9600K猜到什么程度呢? 你看即便是像Photoshop这种i5的传统强项 也依然没能打过3600 在A中的表现两者也是旗鼓相当 至于注重多核表现的PR 9600K就更没戏了 3600在PR中甚至是比2700X还要再快一点 更让我吃惊的是Lightroom的表现 3700X战胜9900K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 可3600居然比3700X还要再快上一点点 这实在是有点不科学啊 毕竟3600无论是频率还是核心数量都要低一节 应该是没有理由打得过3700X的 我实在是有点不能理解了 解压性能上3600同样表现不俗 Win AR不仅打败了上一代的2700X 更是强于i7 9700K 而在硬件优化更加合理的7Zip中 3600虽然输给了2700X 但依然胜过9700K 至于3DMark的性能 3600在传统的Fire Strike物理测试中略强于9700K 但在吃AVX性能的Time Spy和Time Spy Extreme中 却依然要逊于9700K 不过比9600K要稍强一些 最后在娱乐大师中 3600可以标出13万分的成绩 表现相当可以了 这甚至比9700K还要再高出一些 现在的娱乐大师对AMD的处理器还真是友好的 我知道买3600的同学大多还是臭打游戏的 所以它在游戏中到底能不能干得过同价位的 i5-9600K呢? 总的来说答案是 有点难啊 在预避的刺客信条奥德赛中 3600虽然比自家的2700X要流畅 但英特尔阵营依然有较大的优势 i5-9600K的表现比起3700X还要再好一些 而在全境封锁2中 3700X可以勉强摸到英特尔阵营的屁股 但3600依然是2700X的水平 表现比较一般 差距还是有点明显的 至于彩虹6号围攻呢 3600可以赶上3700X的步伐 但Ryzen总体来说还是要逊于英特尔一些 现在看下来 三款预避的游戏对于新Ryzen的优化依然不算很友好 相比之前当然是有很大进步的 但是预避这似乎仍然是英特尔的地盘 除此之外 比较吃CPU的赛车游戏 极限竞速地平线4也是类似的情况 Ryzen 5 3600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i5-9600K了 但我们客观的讲确实还是i5更强一些 不过在全民战争三国中 三代Ryzen的改进终于得到了回报 在回合战役场景中 9600K终于是被3700X反超了 3600则还稍微有一些差距 可在及时战斗场景中 3600也赶上了9600K的步伐 两者帧数可以说是不分伯仲了 此外在城市天气线中 3600基本上和3700X是差不多的水平 反正表现不算差吧 比原来算是强多了 但英特尔平台仍然是更胜一筹 文明6中 3600、3700X和9600K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的 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DOTA2的性能 3700X可以打得过9600K 但3600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而在这一代Ryzen提升最大的CS GO中 3600则是延续了3700X的优秀表现 和9700K达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 远远强于上一代的2700X 最后 剑网3的表现 3600基本上和3700X是一样的 和9600K的差距倒不是很大 总的来看Ryzen 53600在专业软件中甚至可以达到i7-9700K的水平 相当强悍 但游戏的表现还是要略逊于i5-9600K 所以说如果你只是一个臭打游戏的话 似乎 i5还有点用务之低嘛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次3600在游戏中至少是完全战胜了上一代的旗舰 2700X 这个进步不可谓不大 不过上面的测试 我们为了控制变量用的都是2080Ti的显卡 可能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吧 所以我们这里就拿3600配上同样刚发布的主流显卡 RX5700 来试验一下主流机型在游戏中的实际表现 我们先跑了一下娱乐大师 娱乐大师现在依然不能正常的识别新硬件 这块5700被认成了5700XT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跑分 总分49万 但很明显 目前还没有办法正常的在PCIe 4.0的固态上跑分 我说什么来着 这个软件叫什么大师来着呢? 不管那么多了 我们直接开始玩游戏吧 CSGO 1080T全开 全程帧数都在200-300帧之间 属于正常水平嘛 玩起来还算是比较流畅的 第0件4我们直接开到2K分辨率 也能全程跑到90-100多帧 非常流畅 甚至我们开到4K全特效来运行 依然可以保持70多帧 这个体验算是相当不错了 至于老牌显卡杀手513 我们只要别用NV专属特效 基本上2K最高画质 在诺城逛街也可以跑到80-90帧左右 4K压力就比较大了 40帧50帧表现也就看看风景吧 不过全战三国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哪怕2K分辨率 这一套主流平台也只能跑到40-50帧 4K更是只有20多帧 实在是谈不上流畅 所幸这个游戏是属于一帧能玩的类型 倒也问题不大吧 最后我们设计是之前没有测的战地5 首先是挪威这个关卡 我们首先开到了2K最高画质 跑到80-90帧基本没啥问题 至于4K分辨率全特效 我们跑了一下坦克观 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 基本上跑到40多帧的样子 不算很流畅 反正就是40帧应该有的感觉吧 总的来说 3600配上5G00这种主流配置 玩完2K分辨率的游戏 流畅运行还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除了性能的提升之外 这次7nm工艺也带来了功耗的进步 尤其是在3600这样一颗规格不高的处理器上 我们实测H115i压制下的P95烤机温度只有区区45度 明显低于9600K更是远远低于自家的2700X 平台的单烤功耗也只有141W 和9600K平台起骨相当 CPU部分的功耗应该会更低一些 因为平台功耗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 其实是X570主板的功耗 这次X570芯片组还是蛮耗电的 那么大家也知道 3600的频率定的是比3600X要再低一些的 其实也不低了 全盒都能到4.1了 但是我们总归还是想知道这颗U的极限在哪里 所以我们也试了一下超频 结果可以说和我们之前测的3700X完全一样 3600的超频极限也是4.4G 说实话这代Ryzen确实已经出厂到头了 折腾的意义并不是很大 超频后的360025得分可以飙到1738分 提升还是有的 不过这个0.3-0.4G的超频程度 反映到游戏性能里 CSGO也就提升了9帧 到平均473帧 依然没有超过3700X 我感觉并不是很划算 如果你想尽量提高游戏性能的话 直接下载一个Ryzen Master 开一个PBO模式或者游戏模式 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总的来说 Ryzen 5 3600这颗U 结合1500的价格来考虑的话 依然是真相 尤其是有一定专业需求 但预算又相对有限的同学 五六千元的工作机 现在也完全可以考虑用Ryzen了 游戏性能综合来看 比起英特尔平台 还是要逊色一些 但差距也不是很大 基本上9600K能够唱完的游戏 3600也都跑得动 好了 我们AMD的坑已经填了两个了 接下来就轮到5700系列显卡的详细评了 你们就洗干净等着看吧 到时候别忘了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